台之后呢 就到了基隆夜市 来到台湾 当然是要入境随俗咯 很多路客呢 就开始学着要讲台语了 有些路客呢 他们就说他们要吃猪手 原来大家都听不懂什么是猪手呢 原来是我们说的猪脚 那么因为台湾的小吃像是罗巴奔 台语叫起来就比较道地 因此呢 很多路客就当场的向老板来讨教 最想吃什么 台湾的小吃很多 猪手 什么 猪手 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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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台湾的第一天 第二批大陆安利团 晚上来到基隆夜市压马路 原来口中说的猪手是台湾的猪脚 从夜市头走到夜市尾 卤肉饭 台湾啤酒 这些道地的台湾味 大陆客没错过 这个罗马粉 这个罗马粉 罗马粉 罗马粉 听得懂吗 听不懂 我是肉食动物 这个加上台湾本地的啤酒 非常棒 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跟大陆喝起来怎么样 很爽 基隆夜市吃的实在太多了 大陆人一面逛一面喊着眼睛都看花了 礼拜天的基隆夜市人又多又挤 有的失误还没点 光看这些人潮就饱了 人比饭还多 这么几 吃不进去了都 看都看饱了 一看就饱了 一看人都是肉 太饱了 这个不是 你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是 这不是羊肉卤饭吗 羊肉卤饭 羊肉卤饭 你吃的这个 哪里有饭啊 不知道 这是这是什么 这你不知道 这你刚怎么点的 你刚跟老伴怎么点的 我们到这边 来这边不都是特色小吃吗 对啊 我们的目的是都要尝一遍 一千六百名大陆客 礼拜天晚上和台湾民众一起在基隆夜市凑热闹 斗大的汉柱已经不停从额头溜下来 赶紧买上一杯泡泡冰 解解热 店家还说第二批安利陆客 更懂吃什么 消费力比第一批还强 中心卫娱乐为杨爱蒂SNG小组 台湾报道